非常高興HTC大大再度出現在我們的螢光幕面前了 有朋友問說最近HTC大大都沒有拍影片 沒辦法 因為它的正直是那個 比較繁忙一點 它是禮拜一才有空來跟我們這個 瞎鬼扯一下 那它今天要帶來這個是 本身自己有收藏 而且相當喜歡 特別是在夏季的時候 要推薦這一款FM的冬汁水 謝謝各位 冬汁水 剛剛我們出門前也是有噴過 那我們厚調油了 我們再來噴一下潛調 來 大大先 舒服喔 這隻也是 很適合 冬汁水 HTC大大算是最熟悉的 好啦不敢說最熟悉的 但它的確是我入門FM以來 就是比較早入手的幾隻之一 那對你印象應該很深 那我對FM這個品牌第一印象 除了像《貴婦肖像》啊 《一輪玫瑰》啊這種炸裂性以外 其實我覺得FM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一類的 對 《木蘭之水》 《冬汁水》 《冬汁水》 對啊這幾隻 甚至是之前有介紹過的《勇我入懷》 對我覺得FM很適合做這種 帶一點粉感 對 然後呢 有一點那種洗完澡之後的這種氛圍 是 是 那不會讓你覺得很粉 那也不會讓你覺得它是 就是現在很流行的所謂的味體香 對 對我覺得這個FM 我覺得它是最早出的 對 它是最早出的 而且它把這一系列 做了很多的變化 對 厲害 你對就沒有 你是對是據點就對了 對 而且這隻其實它的產的年份很早 它是2003年 然後是JCE做的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跟大家一樣 一開始對FM 大概是五六年前嘛 那時候剛開始接觸的時候 最有印象 那時候它很紅 對 就是它還有 我就是可能還沒有接觸很多隻的時候 就是FM有什麼 《一輪》 《貴婦》 《冬汁水》 對 其它這個可能都還沒有聞到的時候 就是特別耳聽 但《冬汁水》很早就跟這前面幾個大的名稱 掛在一起了 是吧 對 因為FM早期其實沒有這麼多 就是一般比較偏女性的香水 就是 像 像剛剛講的《一輪玫瑰》啊 或者 對啊 那個 《鬼夫肖像》 有一點太 太炸裂 對啊 所以這個是當初 比較早期 比較偏向 女性化一點點的 對 當然以現在的角度來看 這個是完全中性的 沒有問題 對啊 我覺得它這樣子的香氣 在這一兩年有再回來 回來主流市場 對 因為它曾經我覺得一度就是有被 像是《一輪》或是《衛婦》 這種比較濃郁一點的 然後比較顯香 很明顯的 那時候很流行這種 這種比較重口味的香氣的時候 其實這隻是有點被 有點被忽略 因為它的香氣就是很貼膚 對 比較像譬如說以《Deepty》來講 它就是肌膚之華 對 的地味的代表這樣子 但是它跟現在流行的味體香相比 其實 這個香氣又更濃郁 是 它更有特色 對 所以其實你從它的香調表上來看 你不會覺得它是一隻 這種類似味體香的香水 對 但是聞下去就發現 它有它的特色 但同時又有這種味體香 很受人喜歡的這種 對 這種表現 有時候太早的成功 還沒有真正成功 對不對 直到了時間再鋪陳久一點 大家喜歡的類型慢慢確定之後 回頭才發現 原來我們中間忽略了一段 在味體香這一塊市場 那這一支我們回頭來講一下 我在出門的時候 去吃飯之前 路上已經先噴了 我覺得它真的很厲害 因為冬汁水其實我不熟 那在這一次我們展示出來之後 我才開始第一次聞到冬汁水 它有一種綠感帶著皂感 又帶著一些粉膚的色香 對吧 應該有色香 對 你可以想想看 綠感加上一些皂感 那就是一個剛洗完澡那種 最清新脫俗的味道 對 然後 又加上一些這個粉膚的體香 哇 真的很美 特別在夏天的時候 我覺得FM 就是你們講說 它也有一個系列就是帶出這種 粉粉霧霧的感覺 對 超級厲害 我覺得這一支就是一個代表 它在裡面我覺得是因為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當歸對不對 Anjelica這個東西 所以它在粉膚之外 就帶來了一個綠感 就帶來一個綠感 那另外一個極端的應該是它另外一支 就叫雨後當歸嘛 對啊 那一支就是 喔對不起不是雨後當歸 是那個法國戀人吧 法國戀人 法國戀人 那一支就是特別綠的 對啊 但是這一支就是有這個綠感 但是同時 它因為有天界菜有鴻尾 所以這個粉感跟綠感的結合 就會讓人覺得 欸 它不是這麼的女性化 對啊 然後同時又很舒服 是 OK 你說那種粉 你剛剛講到說那種粉膚粉膚感 我覺得還蠻貼切的 對 因為它就是那種 我相信這支應該是蠻多人的 那種就是一直使用的 但是默默的在使用它 但是都不會跟人家講說我是噴這支 真的啊 因為它這支的味道就是 你不會有點像說 你噴你有噴香水嗎 對 但不確定你是不是有噴 但是就有一個 聞到一個很好聞的味道 這樣子 對那種感覺 那它這個會不會因為個人的特質 而某一種香材特別的凸顯呢 如果以味體香來說 假如說我個人本來是比較花香 會不會在我身上因為噴了這個 粉膚粉膚的這種微體香 花香會比較明顯 所以我的問題是這樣 那靈性力它是木質比較 嗯 它是比較喜歡木質嘛 所以會不會在它身上 木質比較多一點 比你的經驗 這個可能應該不會 我覺得 我覺得這支不會 因為這支其實沒有太多的 木質香氣在裡面 對 它主要是射箱啊 雲尾啊 然後有時候當 一個很中性的粉感 對 其實它不太有 帶有木質的感覺 因為它的粉感並不是 那種 也不是到口紅的那種粉感 不是口紅的那種粉感 對 它綜合得很好 綜合得很好 那很厲害 對 好那 這一支 如果是大大 你會覺得推薦大家用在什麼樣的境界 什麼樣的一天24小時的其中 哇這一支我覺得 這支就真的是要滿足自己的時候很適合 對 隨時隨地你身上都想要帶著一股好聞的味道 但是你不希望它太強烈 對 因為 就刺激你的嗅覺 你會覺得很累 是 那這支就非常適合 就感覺 自己 鼻子覺得有點無聊的時候 身上希望帶有味道的時候 哇 這支噴在它身上就很舒服 嗯 OK 不是噴給別人聞的其實 這支我覺得真的是噴給自己 享受用的 嗯 那靈心立人你覺得 這支喔 所以這支它雖然叫冬汁水 不是只是在冬天噴的 但是我覺得特別適合夏天 是沒錯 對那種感覺 那你說只適合夏天也不止 它春夏秋冬都可以啦 這支香氣 然後它的香味會覺得 是可以那種來來咻咻咻試下 自己覺得很香很香那種感覺 但不是那種 人家在一兩公尺那邊就聞得到你的味道 那種很香 就是你自己剛大大講說 它那種很享受的味道 然後你又 你可以自己噴那麼多下 又不會覺得太 嗆到自己這樣 對 就很舒服 我覺得如果 跟喜歡的人一起看電影的時候 很合適 對不對 因為它不擾人 可是你也不會覺得 我覺得我今天在一個室內 可能要看一部電影 要兩個小時的時間 你會覺得太過於乏味 我覺得這個味道 除了鹹酥雞之外 這個我覺得是不錯的 我覺得老闆這點講得非常的好 因為有的時候 你噴香水是為了表現給別人看嘛 對 可是你跟你比較親近的時候 你不需要有這麼強的表現力 對 你反而會 對它有一點是個干擾 這支香水就非常適合 是 因為彼此已經非常了解了 你不需要透過香水 再去展現你什麼 對 對啊 這支就非常的適合 非常適合 特別我建議 使用在室內場合 你可能會 停留比較久的時間 你不用特別凸顯你的時候 它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隱隱約約的這種 穿透力啊 相當的說 厚調 我們再回頭來跟各位講 這一支冬之水 會有什麼樣的轉變喔 OK 待會見 待會見 拜拜 這時候啊 五六年前 對 然後那時候就聞過一兩次 可是因為那時候還 不是很懂怎麼欣賞 這種比較淡的味道 它太特別了啦 真的 然後 現在這回就覺得很特別 好 我們其實已經開始了 真的嗎 剛剛講的都是真話 對不對 對啊 這後來越厚調越來越漂亮 來大大一些 對 這個 它的綠感很特別 我覺得綠感很突出 對 它粉感反而稍微有點降低 然後綠感變得很突出 可是它的綠又不是那種很 清草的綠 對 它完全不是清草的綠 對 它這個綠是 有 一點點藥感的綠 我覺得啦 一點點藥感 對 那還是 這還是它的特色啦 就等於說你 如果對這個綠感不反感的話 這會是你很喜歡的一個味道 是 那 但也不代表說 你一開始不喜歡之後就會不喜歡 這這個有的時候 對啊 隨著這個經驗的累積啊 或者 慢慢的 欸原來你以前不喜歡的味道 你會 越來越能接受 是 我覺得這一支它的特色就是 其實很多人 一開始都有聽說過這一支 但是 當你沒有聞過這麼多香水的時候 你其實聞不出它特色在哪裡 那慢慢的你聞的比較多之後 再回來聞這一支 對 就會發現 欸它原來是這麼 有特色的一支 真的 這個我插一句話 就很像 我們年輕的時候也都會 一路認識很多的女生嘛 對不對 對 當時你那個年紀你不會覺得說 哇 這個女生是 是 最好的 對 直到你後面你遇過了 更多之後你才回頭發現啊 哇 這個其實當時才是最好的 這個是 初戀就是才是最美的理論嗎 類似這種意思 所以我們視野要一直不亂的開拓 才會知道什麼是最好的 如果第一次你就遇到最好的 那就很可惜啦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香調就是有一點 像是被我們遺忘的那一塊 對 這個香調其實在 當時已經 2003已經是 跑得相當前面了 對 這個JCE很厲害 厲害 對 連味道都能讓我們看到遠見 這不簡單 好 林經理這支厚調 在你手上 它的香 厚調 我覺得它還是 就是那種粉膚感很新鮮的 那種粉膚粉膚感覺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多了一點 清苦 所以會讓人家覺得很清爽 是 的那個味道 它又不是那種你說貼膚嗎 它貼膚但是它不是那一種很 很女生的那一種貼膚 或是帶花香或是帶那種粉感的貼膚 它是帶一點清冷感的那種 帶一點微微苦苦感的那種貼膚 我覺得很舒服啊 如果你喜歡偏這種比較中性的 不是那麼女性或是他們陽剛的感覺 這支你會非常喜歡 就是男生女生都會喜歡那個味道 就是你是男生噴女生也會喜歡的味道 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一支的厚調 這種粉膚的濾感 讓我覺得是被在森林裡 在森林裡被大自然包圍的那種 喔 這種感覺 那種呵護感你知道嗎 也也可以 我來保護你 它是帶著一點水霧氣 因為冬之水嘛 它是帶著一點水霧感 那又有一點綠感 那又有一點粉膚 就是你去想想看那個畫面 大概是凌晨四五點 太陽剛升起那個霧 還在包圍你的那種感覺 如果是夏天 在這樣子的深山裡被霧氣給包圍 哇 那馬上那個熱氣都消散了 對不對 清涼了起來 哇 這個真的是非常適合夏天 大大 有沒有要補充的地方 這個還是老話一句啦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FN很有代表性的 它的香調之一 所以一定要來試試看 對 一定要來試試看 我今天也才第一次聞到冬之水 我必須說 我非常的喜歡它 比起貴婦肖像啦 之類的 我覺得這支更具特色 對 而且這個香調其實很難 用敘述的方式 敘述的非常好 所以一般外面你看到的香品什麼 也不多啦 對 但是我覺得它一定是有它 過人之處 所以才會賣這麼久 一直都沒有停產之類的 對 如果你來現場試香 我建議你 我們雖然打開了FN整個系列 但是我建議你這支先 因為你會越聞到越其他 你會知道什麼叫做我剛剛講的 回頭那個是最好的 對 對 它適合做第一個的時候 或者說你先來把它記在心裡 對 對 沒錯 以後當你回想起來的時候 再來試 對 一定要記得的 對 對 這支在一開始 剛剛一開頭有入進去嗎 我在說就是我一開始 剛接觸沙龍的時候 這支味道我沒有太多的記憶點 因為那時候我對很多香材 其實都還不熟悉嘛 我們一般可能就只會聞 花香 玫瑰 茉莉 然後木質 木質 木頭 可是不會分不出來是什麼木頭 但你可能聞過很多很多很多之後 你就可以去分辨說 你聞到的現在大概是哪幾個味道 這支我覺得可能需要一些些 經驗來聞它 會更懂得它的美 但是你問你是初學者 其實聞是好聞啊 就是好聞這樣子 對 可以來試試看 好的 OK 那分數還沒給囉 達達你給我幾分 這個我在給10分 達達給10分 10分的原因講一下 這個本來就 我本來就是很喜歡雲尾這種香調 對啦 那它這個除了雲尾之外 加了綠桿 加了粉桿 對啦 變得沒有那麼的冷 那麼的苦 變得更實穿 更接近 體香 對啦 我覺得這個 而且又是在這麼久以前 就已經 對 上市了 對啦 這個 對它有 尊敬的心情在那裡 這個我舉例 很像最近這個股票 欸 當ETF出了 一狗票的時候 如果有一年可以發行好幾檔ETF 你才會回頭發現0056這支2個7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這個舉例還配吧 哈哈哈 對 對 今天不要講股票 哈哈哈 因為今天我們錄影的時候跌了1800點 哈哈哈 天啊 這歷史紀錄欸 值得紀念一個 好 OK 對 那靈心力呢 我也是10分 你也10分 對 我覺得有那種重新發現新大陸的感覺 對 就是因為之前一直知道這一支 然後也知道說它很有名 是 但那時候也曾經聞過 但不知道它到底好聞在哪裡 對 然後說不出的所以然 就像鋼大這樣 但 但 聞過一些之後就 欸 真的是好香 是啊 對 10分 回頭翻櫃子 我信心它沒有聽彩 真的真的 對 知道它的好 好的 非常謝謝兩位 那待會我們的短影音 就會變成short的方式 跟大家呈現 OK 記得短影音要趕快幫我們按讚囉 下一支見啦 謝謝大大 謝謝你的時間 謝謝 拜拜 明天見囉 拜拜